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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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就到现在变成了一个中性词 我很难说它这个东西是不好吗 朱老师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 市场化以后炒作就变成一个市场营销手段 尤其是这个在把作家明星化的过程当中 因为作家想要他要卖高价 就是获得这个市场的 得卖出啊 卖出他必须首先变成明星 这是第一步 变成明星他必须要炒作 这个是一个市场营销的一个基本手段 但是呢 在以前市场营销这种手段相当的糟糕 现在巧妙多了 现在已经相当巧妙了 曾经在就是九十年代的时候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九十年代末 二十到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 当时的文学炒作是相当糟糕的 举个例子 当时有一个很粗色的作家 女作家叫做久丹 哦 我听说过久丹嘛 写过一本书叫乌鸦 所以他的这个初女作写得相当不错 远远超过上海宝贝 可是当时炒作用的关键词是什么呢 你不敢相信 妓女作家 还有说身体写作吗 身体写作是后来的 后来 妓女作家 那你说他这个书还能卖吗 谁看他的书就看一个下贱的妓女的独白 什么意思啊 你想干什么 他就把他的文学去彻底变成了一个市场地摊物多物 那你说这个久丹自己呢 他是用什么心态 他是为了商业畅销书 就琢磨你们喜欢看什么写什么 还是说他也是挺严肃 也想写出一个很好的文学的作品 我觉得他这个整个的写作还是很严肃的 小说内容还是很严肃的 可是被炒作 他实际上是被那个出版社那个出版人牵着笔子走了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上海有个教授叫葛鸿斌 他本来是个学者 结果呢炒作成了一个美男作家 就后来变成了一个贬义词 我没见过是真美吗 这个当然还好啊 你这么笑呢 这个我们就不评价了 反正就是说当然小说也不是太出色 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是他就是说本来是可以看一看的 但是最后变成一个美男作家以后 他就变成一个负面的东西 所以呢它是一个恶性炒作 这种炒作最后这个导致什么 作家生命力急剧的减弱 然后炒一次性炒完以后作家死掉了 出版商是火了拿了钱就走了 这个作家就被炒死了 炒死作家的情况经常发生 这是进了人家的套了 就是这个当时是一种毁灭性炒作 我称之为 当时把这个作家全部炒死了 后来才慢慢发现这个作家不能一直炒死 你要让他可持续新发展 像炒茶叶一样 对对对 你不能把他炒死 所以现在炒作技巧是比以前要高很多 但是说了半天呢 都是营销 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文学性 咱们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所谓传统的这个价值 就是这个好像是跟商业没关系吗 不是认为 不会不会 向来都有 但而且我觉得我们不要把这个东西变得很对立 就是说以为一个作家他炒作了 或者别人炒作了 他他就一定不是个文学上很好的作家 或者反过来讲 一个很孤独的一个很自闭的作家 就不必然是畅销作家 不一定的 我举一个例子 我像我以前很崇拜一个法国的一个思想家 一个作家叫布朗翘 他是有名的一个叫做没有脸孔的人 什么叫没有脸孔的人呢 就是你看法国思想界一向都出明星嘛 法国作家很多都明星化的嘛 但他不一样 他是一辈子不露脸的人 就是他一直到 他到晚年的时候他写稿出书 出买社编辑都没见过他的 就他是书稿寄到出买社 然后什么新书发布会什么 他绝对不去的 然后那时候复刻啊 就是我们讲那个法国那个世界上复刻很崇拜他 写本书谈他 那本来呢他们约好了 说大家一起见个面聊一聊吧 谁知道到了最后复刻说 我为了表达对我崇拜的这个大家的一个尊重 他既然不想人见 我就不想见他 没人见过他 网上都很难找他的照片 那这种人你可以说是个很深刻的思想家 仪式独立怎么样 但是反过来我也见过另一种类型的 比如说在香港有个很有名的畅销的爱情小说作家 叫义书 对 义书这辈子我在大众媒体上见过他的照片 我看只见过两三回 嗯 他不接受访问 嗯 他不喜欢露脸 对啊 每一本直到现在几十年在香港都非常畅销 但是他就是不爱露脸 所以有时候这个是性格 就一个畅销书作家 他不一定性格就很外露很张扬很爱热闹 相反的一个性格上很爱热闹很喜欢 呃呃 赢客啊 你来我往的人也不一定不是个好艺术家 那毕卡索怎么办 毕卡索 八十年代的时候他确实当时是蒙蓉诗出来以后蒙蓉诗其实都是曾经有过大量的读者 当时八十年代后蒙蓉诗那代诗人就开始的时候都是校园诗人 在学校里那就是个明星代语啊 朗诵诗歌的时候底下女孩子脏红的脸跺着脚 我拿这个给他这个打的胎子 以前在大学说这个诗人是一个泡妞的一个诗人 太厉害了 可是这个是好景已经不长了 现在已经消失了 诗人现在变成一个骂人的一个词了 没事儿没事儿 是想通过这种公共媒体的这种方式来引起他人的注意 民族的注意 但实际上都跟诗歌本身没有太大关系 他跟诗歌的本质没有发现勾连 这个时候呢 他的所有的外部表演实际上是跟诗歌本质是脱节的 所以本质上来讲诗歌它是一个孤独的 就变成一个越来越孤独的东西 因为诗歌这种虚实的这种书写的方式 以及阅读方式已经跟现在人完全断裂了 所以以前不是这样嘛 你看以前你写诗的人啊 我们看唐诗就看到 这些人都是很爱热闹的人 像李白哪怕就像杜甫 你没有发现他们写的诗里面 起码有三分一 都是硬打谁啊 什么桌上 夜总桌上 就等于 他是个群众文化 以前的诗人呢 跟脱帮叫你什么 就等于偏偏泡卡拉OK 我唱首歌给大家听听 是这种 十年一决扬州梦 对赢得青楼博姓名嘛 对都是这种 就是老爱逛窑子嘛 对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刚才朱老师实际提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毛主席一安文艺座谈会上提那什么问题 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 这事啊 我觉得真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 因为我也听到过两种观点 一种就像您说的 就是说不管是作家也好诗人也好 当然希望近大多数的这个读者都能够喜欢 对吗 可是呢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这年头不什么年头都一样 识获的永远是少数人 那是对 比如说你你这么说可能有些人不太爱听 可是实际上如果你问一个收藏家 他肯定会告诉你玩古董的中国号称八千万 真懂的是极少极少的人 对吧你要不爱听这个 我说你问一个木匠 木匠都会告诉你真懂木匠活的从来都是少数人 或者我的主持人也可以告诉你别看都看电视 真懂主持人的那是少数人 也就是说呢似乎有某种真正的价值 那个东西只有说注定只有少数人能明白 对的是吗 可这个东西跟人民大众跟行跟营销又是什么关系呢 这个就是就艺术就是复杂性在这里 就是说有一就像魂道刚才讲 有一类艺术它是有可能既是好东西又是很大众的 是有这种情况 比如说狄更斯 你说这个是很典型的例子 它当时雅苏共产到什么程度 全世界到处巡回朗诵 底下做的全部是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女子在那里 听得热热银行 就跟今天看电视连续剧是一样的 对是吧 那你说的是不是好文章 当然是好文章 它还是文学经典 确实好它双生记写得太深刻了 我觉得我们谈炒作不要只把焦点 或者把这个行为者看成就是这个作家本人 我们不能忽略媒体的角色跟作用 为什么呢 因为媒体现代媒体或者说一向以来 大众媒体是一种讲故事的行业 他每天这个报纸电视上都在不停的说故事 所以他需要大量的故事来源 那这个故事来源去哪找呢 有时候他找不到的时候他怎么办 他需要自己主动的去弄一些故事来源出来 对不对 所以炒作现象起码有七成是在媒体做主动方的 好多人后来很委屈 就跟朋友说 说你们说我炒作 我哪炒作呀 那他要来采访我 我不就答应了吗 那么都是他们找我没有我主动要去找人的 对他需要故事 那么而且呢更可悲的就在于呢 这个故事呢 你不能天天重复讲一个故事 天天重复讲一个人物 因为观众会闷对不对 所以呢 他们爆炒了一轮之后 为什么我们说有些人没那么红了 是因为媒体觉得这个人 这个他跟他的故事已经说够了 就不说了吗 所以这你要从这么角度来想 而且你说媒体啊我就想到更下一步啊 那就是所谓人民了 啊 他们需要这个消费 要听故事 对吗 这就是说到你原来写的那个什么流氓的盛宴 我觉得狂欢这个词啊 比较早我就在你的文本里 见到 你对这种狂欢 现在这个时代这种狂欢现象怎么看 因为这个时代没有痛苦 没有痛苦 没有痛苦 他取消深度 就是后现代社会的和本质上 从哲学上来讲 他没有深度 他不需要过去和未来 他只要活在现在 就你上一期讲了 就是我只是一个现实态的人 他是个平面 对 然后这个平面上展开各种游戏 这个游戏的结果是 目的是制造狂欢 所有的人都永远的24小时 甚至在睡眸当中都在狂欢 这是一个最完美的状态 而这个心态实际上是被商人充分的操纵 就是说他制造各种各样的 让你能够实现这种狂欢的理想的 包括迪斯尼日圆 一直到各种影视剧的这些作品 文学作品都是这样 如果他能够达到狂欢的效果 那就是一个好东西 他就是一个成功的作品 而他不能达到 他制造痛苦对不起 这只能是少数的 即是个别的人 所以是有病态的 这个情绪的人才会去接受的 这样一个东西 那这个平常你们研究说 这个文学的深刻性呢 这个说是什么苦难和文学的关系呢 这个就是 就是现在已经 这种观念完全被抛弃了 比如说我举一个作家 中国不是没有写苦难的作家 写深刻的现实批判的作家 都有 比如说颜连科 写过《封亚送》 批判中国的教育体制 应该说不可谓不深刻 可是观众 大众是马上就丢在那边了 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家 北村 他的愤怒写得非常好 那个小说就是写底层的这种痛苦 它是有深度的东西 但是没有一个媒体愿意出面来炒作这个东西 因为痛苦是民众不需要的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这个界 文学界或者有时候学术也是一样 你这个界够不够独立也是一个问题 比如说用一个法国的一个社会学家布尔迪厄 他的讲法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是分成很多不同的领域的嘛 那这个领域里面呢 通常他有一个逻辑 他有自己的逻辑 比如说文学界 他应该有自己的逻辑 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就我们自己有一套判断什么叫好作品的一个价值的系统 然后呢在这个系统呢 他观察到一个矛盾现象 就是凡是在这个文学界 他如果相对独立性够高的话 他这个界里面越被界内人是认可的人 评价越高的人 他很可能是最不商业化的 对 那么相反的处在这个评价的这个等级制度 里面最底层的人呢 最喜欢跟这个界外的利益合作 比如说商界或者政界 北京的一个词就是圈子 对 这个圈子里的人认为你很牛 往往这样的人 外头人就不理你 在外边无声无息 对 但是这圈子里的人要有一个跑到外边去兴风作浪 这个圈子里的人就抛弃你 我觉得这个选择呀 确实是很这个多样化 你比如说你说现代文学这种现象 您在澳洲也住过多年吗 我就说中国现在的这种文学界呀 或者是名人界这个现象 跟外国有该怎么比照 比如说我会联想起 这最近比较火 美国有一个Andy Warhol 这么一个艺术家 这种现代 也几十年了 对 他是一九八几年死的吧 对 但是他最红是六十年代 对 他就他你看他 我觉得他的人生也是某种艺术人生 他的名言嘛 就是说在未来的年代 每个人都能出名十五分钟 只有十五分钟 所以你看他在做他的现代艺术什么 玛丽莲梦露那种私网印刷 包括弄那个可口可乐的罐子 都是品牌 都是现代品牌 而且他本人 他就是热衷参加一切时尚派对 热衷认识名人 见着名人就合影 对 你看他又是这么一种类型 但那个不一样 因为他那个pop up的东西呢 就只有他一个人做 或者他那一帮人做 做完了你在学的时候呢 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对因为他是你可以 对你从他的角度讲 你可以说啊 他这个是一个他的艺术主张的一部分 对不对 那你别人做的就不一定算了 现在很多学他的 老实讲就在中国 我就说所以说中国这个抄袭 这个这种这东师笑评呢 人家这么干了 你也这么干 你说有什么劲 那不一样 现在呢 也有很多外国艺术家也是这么做 但是现在做法跟当年不一样 我觉得Andy Warhol那时候做呢 其实Andy Warhol这个人呢 他没有赚太多钱 坦白讲 不是说他最爱钱吗 对他最爱钱 他但赚的不够多 虽然他甚至帮这个美国以前那个银行啊 现在是被花旗并购了大通银行 Chase拍过广告 他那个广告才吓人 那个广告呢就是 呃 后头是那个银行的标志 他在前头头发又是爆炸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下面一句话说 大通银行比我更伟大 哈哈 这么来卖广告 但是他赚的钱不是太多 你比起今天比如说日本有个很有名的艺术家春上龙 嗯 跟这个LV他们合作的 那么这个艺术家呢 他就把Andy Warhol那套完全转变了 他不是把它变成一个艺术主张 而是真正的当成一个经营方式 对 就他很明目张胆的就说 作为一个艺术家目的就是要赚钱 对 就应该赚钱 所以真是概念变了 我听他们一美国人还说 说现在的艺术家 我现在学英文嘛 说叫manager 嗯 不叫什么art artist artist 不叫artist 叫manager 他是一个管理者 对对对对 你说有意思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好 朱老师你来你来谈谈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设计的一个文学工 或者说艺术的公共性的问题 就这个话题像 一直最近这个知识界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是不是文学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真正构成一个公共性 如果是一个作家 完全就像刚才文道说的 两耳不闻窗外线就在一心在家里写作 这样的东西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品吗 我觉得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微妙的差别就是 你一方面是要广博的了解整个世界 但是同时你的写作过程很可能是非常孤独的 而这种孤独是必要的 如果现在有一种写作就是互联网写作 就是我今天贴一段出去 然后网民就在后面 这个地方不好 那个地方不好 于是明天第二天你就改造改变 你完全按照网民的趣味在写作 最后出来就是一个垃圾 对我干的就是这事嘛 这没媒体干的事 每天跟你观众 你们想听什么咱就来什么 因为这样的东西 他没有生命力 他一定是转瞬即逝 可不呗 因为大众很快他的趣味就改变了 所以明天他就把你抛弃掉了 你只有保持你自己的独特个性 你才能有时间上的这个优势 所以这样一种写作 我觉得还是应该退回到就是那种 具体的写作过程应该是相对的孤独 但是谁养的呢 就是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今天有两种势力在影响作家 一种是政治 一种形态 你要参加 你要成为做协的专业作家 你就必须放弃掉很多独立的立场 很多立场 这肯定的 但是如果你倒向另外一边 市场 你又被出版上所左右 被大众的趣味所左右 所以今天作家实际是处在一个两难的一个困境 不过我们刚刚说这种作家的困境 这种处境 我觉得比如说你跟外国比起来 像刚才我们谈的 外国的文学界它已经相对的独立了 所以它既然有市场上畅销 也有界内认可 就大家那个东西相当相对而言是清楚的 对 今天我们在中国为什么觉得乱呢 或者觉得有时候 很多事情模糊不清 是因为我们的文学领域或者艺术领域 这个相对独立的过程没有多久 历史不悠久 因为我们别忘了 曾经在新中国里面 最畅销的作家 就一定是最好的作家 同时也是政治最正确的作家 新中国谁是最畅销的作家 又是最正确的作家 又是最好的作家呢 那就是毛泽东 那就是 那是 搞费 所以这样子看 就是我们有长时间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那我们现在告别人的环境 当然已经三十年了 但是这个建设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领域的 这个一个过程 我觉得还在进行 他需要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所以要有点耐性 但是像你说的那种 我觉得要真是在今天这个时代 孤独的这么个协作的人 那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对 有的时候生命的代价 什么 生命 生命的代价 我觉得就是前年去世的一个云南 云南这个社长叫余帝 你肯定没听说过 你肯定也没听说过 他我也没听说过 在这之前 他死了以后 媒体报道以后 才回过来拿他的社长来看 云南出版社出了他的一个 两个集子 你看 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社长 非常好 他为什么死呢 就是他29岁 四位 就是他自杀 Julio 这是自杀 或者自杀 叫闻